女人摸了下自己的后脑手 看到满手的鲜血 本是杀人如麻的她 竟然被自己的血液吓晕倒 她的母亲在旁边大声呼救 玉警打开牢门上前查看 小黑突然抱起 三米长的脏变化成长蛇 将玉警缠了起来 小黑一把挪过手枪 随后连开竖枪 将所有玉警连番杀死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囚犯兴奋极了 阿西这边 母亲刚解除她的罪名 一声枪响 小黑几人持枪走了进来 船长还想掏出枪硬钢 却被黑妈一枪送去了大西部 几人杀红了眼 顺手连驾驶员一起给干掉 阿西凭借高超的装死 竟能逃过一劫 小黑注意到玉警大胖侥幸没死 于是便威胁他来驾驶飞船 但是大胖哪里懂得这些 他只是一个混吃等死的人 当黑妈用枪顶住他脑袋时 大胖瞬间什么都会 只得硬着头皮启动了飞船 但是驾驶飞船 可不是一个半吊子能做到的 飞船不断传来撞击警报 众人紧张不已 唯恐大胖一头撞上去 趁着这个机会 装死的阿西把腿就向外跑去 黑妈见状立马开枪 奈何飞船摇晃得太厉害 最终还是让阿西逃掉 几人也步步地抓他 此时飞船还在夹缝中求生 阿西一路向西拼令逃跑 吓得头都不敢回 一路逃到了牢房里 打开了紧急通信设备 向联邦总部汇报了这次动乱 小小的动乱并没有让总部在意 但是当看到那个面带口罩的女人时 却让阿西妈脸色大变 一旦让这个女人获得了自由 那么整个宇宙将会生灵涂炭 于是高层立马下令抓回这个女人 很快 两艘驱逐舰就抵达了飞船附近 然而也就在这时 小黑找到了逃跑的阿西 瞬间脏便射出 将跑出十米远的阿西紧紧围住 几百斤重的阿西被悬在半空中 小黑猛地一甩头 阿西就重重地砸在玻璃上 随着一次次的撞击 阿西很快就被折磨得半死 紧接着 小黑就要开枪结果掉他 阿西再也没有了当时的意气风法 苦苦哀求小黑放了他 好在小萨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原来小萨只是看中了他的驾驶技能 这时 驱逐舰已经锁定飞船 在小萨的威胁下 阿西只得打开了驱逐引擎 但是死活不愿意启动飞船 因为一旦启动 两艘驱逐舰会被气流拉着相撞爆炸 导致船毁人亡 这样的话他或就后也没好捆吃 总部发现飞船已经打开了驱逐引擎 上级不顾阿西妈的苦苦哀求 下令将这艘飞船彻底摧毁 同时大胖也检测到他们被导弹锁定 在早死和晚死之间 阿西选择了晚点死 立马就启动了飞船 驱逐引擎造成的强大气流 导致两艘驱逐舰相互迁移 两两相撞造成了剧烈的爆炸 逃出生天的囚犯们欢呼雀跃 阿西也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笑容 弄骨自己的 阿姨